大家好 正文开始之前 麻烦大家点击订阅 我们会把更优质的内容分享给大家 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后明确对外界表示 希望欧洲国家能够战略自主 不希望追随美国卷入台海 这一表态也迅速在欧盟内部引发争议 向波兰 立陶宛等亲美的东欧国家纷纷对此进行批评 但向法国 德国 荷兰等老欧洲则对此表示支持 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甚至表示 欧洲好多领导人都这样想 美国虽是我们的盟友 但并不意味着我们什么都得听美国的 之后 法国甚至直接拿出了与中方合作的动作 而且指向还是美国想要控制的行业 5月15日 据美国CNN报道 马克龙亲自宣布 中国下屋新能将与法国欧安诺公司联合投资15亿欧元 在法国敦克尔克设立一家电池领域的合资企业 马克龙还强调了两点 第一 这家合资企业将创造1700个就业机会 第二 合资企业会确保法国在锂电池领域的生产价值链中处于上游位置 这对于法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欧安诺是法国一家国有核能工业与可再生能源公司 是世界第一大核工业集团 也是该领域唯一一家能为电力公司提供全部相关工业生产过程的企业 包括核燃料和反应堆设计和建造以及相关服务等 近年来欧安诺正大力拓展新能源市场业务 下屋新能主营业务为新能源材料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 主要产品包括骨酸锂 三原材料和氢能材料 广泛用于新能源汽车 3C销售电子 储能等领域 其是去年上市下起增长的优等升 2022年 公司实现营收287.7亿元 同比增长80.55% 净利润11.21亿元 同比增长93.66% 下屋新能在骨酸锂领域 具备显著行业地位和技术优势 出货量及全球市占率稳居第一 三原材料方面 下屋新能也持续实现高增长 2022年实现出货4.64万吨 同比增长71.32% 总体保持行业第一梯队地位 对应营收136.55亿元 同比大幅增长239.35% 营收占比提升到47.49% 营收连续两年实现翻倍增长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电池生产国之一 无论是锂电池 磷酸铁锂电池 还是骨酸锂电池等 都在国内有着非常广泛的应用 而且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 中国在电池领域的产业链也在逐步完善 产能不断提升 成本不断降低 自主创新能力也日益增强 日前中国已经形成了以宁德时代 比亚迪等企业为代表的完整的电池产业链 从磷酸铁锂到骨酸锂 再到三元锂电池等多种电池技术 均有设计 而法国则拥有着丰富的电池研发和制造经验 中法两国合资开展电池领域的创新研发和生产 将会带动整个产业链的发展和升级 随着中国在电池产业链上的不断发展 一些西方国家也不断采取措施限制中国的发展 美国更是成立了所谓的新群 对中国电池产业打压与限制 此外 美国还采取了贸易制裁等手段 试图阻碍中国电池产品的出口 然而 这种做法只能是自欺其人 新能源汽车是绿色产业的代表 它的发展需要全球范围内的共同努力 在制约世界环境污染的关键领域 各国应该放下成见 携手合作 共同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欧盟是全球最重视环保主义的地区之一 自然也有发展新能源汽车的强大需求 在这样的背景下 中国电池公司在法国设厂 为中国新能源产业进入欧洲市场 打开了重要的通道 事实上 对于法国这个欧洲地头蛇来说 这样的举措也是给中企背书 既支持了自己的战略伙伴 也推动了自己国家新能源产业的发展 未来法国或牵头欧洲推行低碳标准 德国汽车业巨头 大众 奔驰 宝马的经济命脉 彻底被中法两国轻易拿捏 如果中法联手在欧洲市场搞出一些新花样 那么德国汽车品牌就可能面临着 被低碳标准挤出市场的风险 因此德国汽车品牌需要改变现有的生产模式 做到环保才能跟上新的消费趋势 而在中国市场上 德国车企也不再拥有昔日的荣光 被中国本土品牌四面围剿 一系列负面丑闻的曝光 更令其在中国消费者眼中的形象不断下滑 眼下的产业环境已容不得德国政府继续对中国采取强硬路线 如果柏林方面无法重新高举默克尔主义大旗 中德关系必将遭遇制度性挑战 因此若是能实现中法合作 打破德国汽车产业的垄断 那么中欧关系就将得到优化和提升 另一方面 如果德国汽车品牌不能跟上新的消费趋势 那么他们在全球市场的份额 也将面临着激烈的挑战 中法联手很可能成为 未来全球新能源产业发展的中坚力量 观察发现法国官方这一动作 至少表达了两个意思 一个与中国有关 一个与美国有关 第一个是用实际行动表明 中欧之间不仅不能脱钩 而且还要加大合作 近段时间在欧盟各种会议上 中欧关系如何走 一直是重点讨论的话题 欧盟外长伯雷利认为 中欧关系由合作伙伴竞争对手和系统性对手三个选项 最后选哪一个 得看中方在台海的表现 意思非常明显 中方在台海若能按欧洲提出的不单方面改变现状 那么中欧还是合作伙伴 否则就很难讲 立陶宛外长兰茨贝尔吉斯还呼吁 欧盟要早点为台海冲突做准备 考虑好与中国的关系 显然是想要唱衰中欧关系 但是法国德国这样的欧盟主要国家则认为 不能与中国脱钩 而法国在这样一个敏感时刻 选择与中企合资办场 就是一个积极的回应 也再次印证了国际社会流传的一种说法 在欧洲 法国是最为外交独立的国家 既然认为与中国合作符合自己的国家利益 那么就不用再犹豫 在这一点上 法国的政治敏感性显然要强于德国 因为同样是中国外长秦刚刚刚出访的国家 德国还在犹豫 似乎要看美国脸色 而法国马上拿出了行动 第二个 法国也是在用实际行动向美国发起反击 按照马克龙的设想 未来法国对美工业品的依赖度会继续下降 不再单单成为美国工业的消费者 至于能否实现这一目标 这将直接关系到法国的主权 就在此前不久 拿出7500亿美元对该国电动汽车企业实施补贴 凡在美国生产或使用美国零件的企业 都将享受这个福利 美国希望用这样的举动 一来提振自己的经济 二来控制电动汽车行业 因为它代表了汽车业的未来 但这样一来 欧洲汽车企业明显将面临不公平竞争 最后或不得不将产能向美国本土迁移 对欧盟来说 这个结果显然是不能接受的 为此法国总统马克龙作为欧盟代表 还出访了美国 想要讨一个说法 但是美方表示一个字都不会改 拜登总统更是称 不会因此道歉 之后欧盟内部因此爆发争论 也有准备向美国妥协的 但更多成员则认为 宁可跟美国打贸易战 也不能选择退缩 当其他成员还在争论不休时 法国做出了选择 与中企合作 而且直接在电池领域 你不是要针对欧盟 同时还不停打压中国吗 那么法国就跟中国合作 来联合应对 其实早在上个月 马克龙在结束 为期三天的访华之行后 在返回法国的专机上 接受媒体采访时就称 欧洲必须减少对美国的依赖 顶住压力 不再做美国的跟班 马克龙表示 欧洲目前正面临的巨大风险是 卷禁了别人的危机之中 这阻碍了欧洲建立战略自主权 他称 如果欧洲过于依附美国 将没有时间和资源 来发展自己的战略自主权 这将进一步让欧洲 成为美国的附庸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 常任理事国之一 和欧盟唯一的核大国 法国在军事上 处于得天独厚的地位 但马克龙认为 整个欧洲在武器和能源方面 过于依赖美国 现在必须要集中精力 发展自己的国防工业 同时 马克龙还建议欧洲减少 对美元制外法权的依赖 据悉 一些国家因遭到美国制裁 而难以进入美元计价 占主导地位的全球金融体系 这迫使欧洲企业不得不切断 与第三国之间的业务往来和联系 否则将面临美国严厉的二级制裁 目前欧洲已有不少人 对美元的武器化颇有不满 对此 美国拜登政府肯定是不高兴的 但是美国总不能因为自己一家独大 就置国际规则于不顾 搞经济霸权 搞贸易霸凌吧 相信中法的合作 会令更多欧盟成员清醒过来 重新审视与中国的关系 也会令美国看清 想拉欧盟当自己反华的跟班 恐怕很难实现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 分享 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 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